天津新天地大厦大火冲天 李强压力山大甩锅习近平哀叹中美关系 习近平抵达南非金砖之行企图难以实现 俄罗斯在船内讧普京深夜突然访问前线 二洋三洋大增北京突然成立重大研究中心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机位环球看点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8月22号 天津一座大厦突然发生大火 事发地点在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与万德庄南北街交叉口的新天地大厦 在海光寺地铁站附近 网传的多段视频显示 着火的大楼顶楼写有平安银行的字样 现场火势凶猛 浓烟滚滚 有目击者表示 大火扑灭之后 大厦烧成了空架子 从大楼东侧外 立面群楼 楼顶到大厦顶楼都可以见到明火 火势很大 伴随着滚滚的浓烟 还看到杂物从高空坠落 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大厦在下午的14点44分左右起火 5分钟之后 看到整栋大楼全都红了 另外一位在大厦里办公的人员表示 当时正在办公 听到门外有人喊 让撤离 一打开公司门 一股浓烟涌上来 就赶紧地跑下来了 据目击者估计 大楼共有20多层 平时为平安银行的办公大楼 在一层底部有一些餐饮企业 大陆网民表示 当时腿都下软了 有人说 他先生在15楼 发现的时候 烟从门口进来了 赶紧往下跑 人多的都跑不动 烟大的啥都看不见 据悉 新天地大厦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 337到349号 是一座写字楼 共有27层地上和两层地下 有人说 今天开车办事 一路上遇到了两起火灾 天津这是怎么了 中国经济目前处处爆雷 危机四伏 中共领导层从上到下一筹莫窄 中共总理李强的表现也显得进退失距 凸显出高层的手足无措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等敏感的数据被官方屏蔽 外界质疑中国数据不透明之际 8月21号下午 李强在国务院主持了一个专题学习 主题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美其名曰是为了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据他介绍 当局是想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试图以此助力经济总体回升 但是当局一面希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一面却屏蔽 不公开数据 近日停止公布了7月份的中国青年失业率 这一数据已经连续三个月突破历史极值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青年失业率非常的敏感 中共害怕大量的青年失业引发社会动乱 因此不敢公布这一数据 当前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危机 官方也隐藏了土地销售 消费者信心 COVID 死亡人数等等敏感的数据 从今年开始 官方每个月发布的土地销售数据 也删除了开发商购买土地数量和支付价格的数据 官方的数据不透明 已经不停地被诟病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李强在这次专题学习中却特意地强调 是习近平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的重要论述 有报道认为 管经济的李强 是不是也在重重压力之下 开始甩锅习近平了呢 中国经济陷入深重泥潭之中 中共又急匆匆地向美国喊话 21号 专题学习的同一天 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访问团 叹息中美关系面临困难 还向访问团的成员保证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还重谈将持续地扩大市场准入 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 促进公平竞争等等老调 还寄希望与美中贸委会继续为两国企业交流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发挥作用 但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派商务部长雷蒙多前往与中共会晤 一方面却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领域 而习近平过去将中国经济发展树立为一个典型 但现实的中国经济的糟糕表现一再打脸 拜登最近公开警告 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 已经越来越被印证 中国经济目前进入通货紧缩 物价下跌 消费者不愿意增加消费 工厂也不愿意增加投资 7月份中国出口下降幅度超过14% 进口下降幅度也达到了两位数 而非常重要的指标 中国青年失业率在20%到40%之间 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要糟糕 反观美国 彭博经济研究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迪批波 在一份报告中说 2023年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民意增长速度超过中国 2023年美国民意GDP增长率为6.5% 中国的民意GDP增长率为4.8% 这跟美国过去两年的高通胀 以及中国受到的通货紧缩影响有关 他说随着美元走强和人民币走弱 美中在全球经济竞赛中 拉开了更大的差距 美中经济增速兑换角色会带来一定的后果 彭博社说 单单就美国和中共的长期决力而言 目前正在发生的中美经济增长速度倒挂 是有重要意义的 美国正处于越来越主动的地位 8月21日晚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乘专机抵达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 准备参加22日开幕的金砖国家峰会 中共试图以金砖峰会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 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很难实现 据金砖国家官方推特发布的视频显示 21日晚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 习近平从飞机的登机梯缓缓走下 中方的随行人员包括摄影师都戴着口罩 与其他人对比显得有点突兀 但是习近平没有戴口罩 南非总统希利尔·拉玛福萨到机场迎接 并且引导习近平观看现场的南非民族表演 视频显示 看着表演的习近平并没有显得开心 这次金砖峰会 习近平希望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这一集团 并且在经济上和G7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进行抗衡 扩充成员被认为是本次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 但是 创造金砖这个缩写词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勋爵就曾表示 这个集团自2009年开始以来 从没有取得过任何的成果 其发行共同货币的想法也是很荒谬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 几乎每个金砖国家成员都有自己的打算 例如印度不可能和中国合作与美国对抗 也不会在特定的政策上批评美国 可能加入金砖集团的印尼 也不可能完全站在中国这一边和美国对抗 华盛顿智库时听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指出 习近平访问发展中国家 常态是提供慷慨的援助金融和合作协议 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力 建立反美阵营 但是中国的经济不给力 现状是一塌糊涂 很难让习近平施展大撒币的外交政策了 中国网络也有许多的质疑大撒币政策的声音 中国网民认为 在国内经济有许多问题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再给其他国家这么多的钱 李林一认为 如果中共拉拢其他国家失败 只会让中共在国际上被孤立的情况更加的明显 俄罗斯内部再次出现内讧 普京的亲密盟友 近期被视为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的国防部长绍伊古 此前已经遭到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金强力的抨击 并且传出普里格金想推翻他的行动 获得部分的俄罗斯安全部门的支持 近日 俄罗斯主要国安机构又呼吁普京革职少议谷 进而推动更具侵略性的战争 彭博社援引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俄罗斯主要的国安机构的强硬派 除了呼吁普京开除少议谷之外 矛头还针对俄罗斯总参谋长兼任 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总指挥的格拉西莫夫 另外有报道说 上周末 俄罗斯媒体突然报道 普京在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 听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其他指挥官的汇报 这场会议发生在深夜 与会的军方将领都是临时得到的通知 这次会议的内容可能和俄军接下来的战略调整有关 彭博社报道说 正值俄国高层内斗剧烈 普京这次突然造访前线 只有格拉西莫夫陪同 却不见稍一股的踪影 也多少印证了上述的揣测 据报 普京这次是为了亲自听取 各位军事指挥官的报告 以判断俄军下一阶段该怎么做 对俄罗斯来说 这场局部战争虽不至于动摇国本 但是也确实是伤筋动骨 进入2023年以来 卢布汇率持续的下跌 前几天一度跌破对美元100比1的关口 另外 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南部 扎布罗热地区接连失地 先是乌罗扎因 现在伯罗金涅也不保 乌军距离重要交通枢纽 托克马克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 如果托克马克再丢了 乌南俄军将整个崩溃 甚至危及到克里尼亚 而在盟友军事援助乌克兰方面 荷兰和丹麦已经承诺提供给乌军共61架F16战机 对于乌军而言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丹麦表示会逐步的交付 今年底交付6架 明年交付8架 后年交付5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1日在哥本哈根发表演讲 对美国荷兰和丹麦承诺提供F16战机 表示感谢 他说 今天我们有信心 俄罗斯将输掉这场战争 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反弹 二洋三洋已经多次窜上大陆热搜 而今深圳大学总医院又连续传出 接诊多位肺栓色患者 北京方面更是成立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 外界担忧 中国疫情恐怕比外界预期的更加严重 8月21日 有关深圳10天之内 三人肺栓色进ICU的话题 已经成为了大陆社交平台的热搜 深圳独特新闻也报道 近期深圳大学总医院连续的接诊 多位重症肺栓色患者 一位是20多岁的男青年 在高腿上突然晕倒 紧急送往 深大总院期间 心跳骤停4次 另外一位30岁的公司职员 胸痛半个月 近两天喘不上气 赶到医院的时候就在门诊晕倒了 心跳骤停 经过心肺复苏 结果确诊为肺栓色 还有一位60多岁的李姓女士 平时身体还算是健康 近一周在家呼吸困难 全身冰凉 口唇发紫 家人赶紧送医急诊 在进行肺动脉CT检查之后得知 也是肺部大面积的栓色 报道指出 肺栓色指的是来自静脉系统 或者是右心的血栓阻塞肺动脉 或其分支 是以肺循环呼吸功能障碍 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综合症 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猝死杀手 不过大陆民间质疑 所谓的肺栓色表现 也可能是武汉病毒的后遗症 网友们纷纷留言说 新冠阳过增大了这种几率 有没有考虑是不是打针引起的 在网上敢说出来的太少了 在民间讨论是否是武汉病毒 延伸出诸多后遗症之际 北京市官方也有新动作 据北京市当局网站的消息 8月20日 北京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宣布成立 消息说 这一中心针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中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 将为北京市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提供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 专家委员会包括沈鸿冰王晨高福等人 由于中国多个省市近期发现新冠变异株EG5感染病例 占了目前病例的七成 当局医疗部门也承认 新变异株已经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形成优势流行 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很可能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因此北京此时成立什么研究中心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